说起任天堂第一代加昂机 很多人以为是1983年的红白机 其实早在1977年 老任就出过两款自己的游戏机 它是和日本三菱电机联合开发的 在77年上半年 推出了一款叫彩色电视游戏6 这款叫彩色电视游戏15 顾名思义 一个是6个游戏 一个是15个游戏 都属于内藏室的 当时山内采用了廉价的销售方式 游戏6以低于成本1万日元销售 而获得市场认可以后 又发行了游戏15 每台提价5000日元 两台主机合计销售超过百万台 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 它的手柄类似亚达利 左右旋转 即可左右移动 选择游戏需要拨动主机上的拨码 而这个红色的按钮 则是发射键 设计的真是有点独特 它的后面是一个射频线 和一个DC电源口 底下也可以接电池 两用供电 底下名文不光有日本 还有美国 由于信号是射频连接 我的电视机不适合播放 就不给大家演示游戏画面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